金黄小米还有洛神蜜件 这不是金峰箱最著名的特产吗 你没有看错 这一次由喜汉儿基金会与金峰箱所合作 将两大特色农特产品 放入了喜汉儿基金会 今年所推出的中秋礼盒 很高兴各位来参加这个记者会 那今年也是喜汉儿基金会 成立第20年 那我们卖月饼卖了18年 那很高兴 今年我们发现我们一路走来 有很多台湾的这个民众 他们用生命在捍卫着这块土地 那比如说金峰箱 他们就是用这个肉神花 还有原生小米 这样的一个产物 都是原生的 那也是无独的 那这样的理念 我想对于这个我们基金会 要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 今天能够在这里 我们把这些无独的内容 都把它放入到我们的月饼里面去 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社会上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计划 谢谢大家 喜汉儿基金会成立20年来 致力为心智障碍者提供了工作训练的服务 也让喜汉儿有遗迹之长 先拿抹茶红豆 好 先把我们的抹茶红豆酥这个圆圆的拿起来 记者会现场邀请到汉儿师傅昂昂 教大家来做抹茶酥 金峰箱洛神花产销班班长胡昭青 更在现场示范了如何倒小米 是这样子的 在过去我们的祖先在倒小米的时候 是带着感恩的心 是 感恩祖先们所留下这么美好的种子 让我们的部落 让我们的族人能够享有这么丰富又营养的小米 所以在倒小米的时候会唱歌 新兴村产销班班员也特别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 让现场的贵宾们相当的感动 首先这次很高兴可以跟喜爱的基金会合作 来就是参与这个中秋节的一个礼品的一个活动 那在这一次跟喜爱的合作的商品里面呢 有金峰箱特有的两种作物 一种就是小米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洛神花 那产品的部分呢 小米的部分有白金米 还有金环小米 那洛神花的部分有洛神茶包 还有洛神的一些产品 大概有这两大类 大概四种的产品 这个计划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 那这个期间大概历经了半年的时间做一些沟通以及讨论 这部分要很感谢喜爱的基金会对于我们原乡地区的帮助 我们在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很快的供应给我们喜爱的基金会的 尤其是在小米的部分 那很感谢他们的包容 那让我们有这一段期间 可以来慢慢的准备 那也把东西把品质做到最好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合作 不但让喜寒儿的爱心能够让大家被大家看见 那也希望就像他们的主题一样能够喜欢你 而且看见爱 金丰香公所农官客长夏立沁 特别代表乡长张振辉前往 感谢这次大力帮忙的喜寒儿基金会 与行政院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委员会 与农粮署让金丰香的努力被看见 喜欢你看见爱 希望这次的中秋月饼礼盒推出 寒儿与金丰香部落互挺 要让大家共普美好的中秋佳节 东太宣布政府李婉珍在台北市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